海鮮烤飯食譜 大家好,我是Hidy 前陣子我上網看到海鮮烤飯食譜 看上去很簡單 沒什麼技巧 所以我今天就想挑戰一下 然後順便拍片給大家見證 我第一次煮這個烤飯是成功還是失敗的 好,我們現在馬上去買菜 說明海鮮烤飯 我們第一步是去買海鮮的 好,小姐,哪些是小的沙 小的沙,這些沒有沙 這些是沒有沙 這些是沒有沙 這些是炒爛炒 其實我不是很聽明白什麼叫炒爛炒 所以我還是買第一豆,要穩陣一點 美女,我要這盒啡菇 好,謝謝 現在我們已經買完送回來了 那我就要去準備一下 雖然那個兒子說這盒沒有沙 但是我還是循例拿點鹽水 浸一浸 如果還有一點沙 它也可以套出來 這些小啡菇 我把他們的根部切了 然後逐條逐條分開 然後放在沙機上沖一沖水洗乾淨 然後就到蒜蓉的部分 我是喜歡立即新鮮做的 不喜歡現成一瓶瓶的 去蒜頭的衣 其實不用擺進玻璃瓶 擺來擺去這麼辛苦 切頭切尾少少 然後就很容易脫掉那層衣 話說我媽媽不知道什麼時候 在深水埗帶了這些東西回來 做蒜蓉真的很方便 它裡面是有刀片的 然後砌好之後 拿些蒜頭洗一洗它 放下去,左領右領 就有蒜蓉出現 你看看,三兩下手勢 不用太用力,完全不累 就已經可以做到很多蒜蓉了 不小心用錯了 也是用洗米盃方便一點 米洗了之後 用水浸泡30分鐘 30分鐘後 倒水 米便可以備用了 嘩,你看看 那隻蒜蓉和我的手一樣大 其實街市幫我切好蟹 我也是把肺子拿出來 扔掉它 然後洗一洗它 蝦也是洗一洗 兩樣東西都是放進冰箱 晚點煮的時候用就可以了 開始煮了 先把油氣熱了 然後再把蒜蓉爆香 我超喜歡聽到蒜蓉爆香的聲音 當你開始聞到蒜蓉的香味 就可以把菇一起炒 然後可以加少許鹽去調味 然後就可以繼續炒 炒到那些菇變得軟身為止 好,然後可以把剛才浸了30分鐘的米 倒下去 一起炒一炒 拌勻它 然後就下熱水煮飯 其實就不用下很多 剛剛蓋過的飯便可以了 其實我這裡放多了少許 口感就像risotto 不像一個平常很硬的焗飯 我會把飯鋪平 然後就可以下海 第一步就是把蜆放在旁邊 然後就去砌那隻蟹 我懶得很漂亮 砌出蟹形狀 然後太多蝦了 我到處滲 已經沒有位了 放到到處都是 要做的事情就是這樣 然後就可以等吃 中火煮10至12分鐘 然後不要開蓋 焗它15分鐘 那就應該可以了 我現在有點緊張了 不過,先計時 早陣你又想吃嗎? 你又在等吃嗎? 是嗎? 可以了嗎? 可以了嗎? 先坐好 坐好等吃 嘗 對了 嘩,厲害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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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在鏡頭那裡 聞不到 超香 海鮮多於飯 完全看不到米 這個飯除了有海鮮的鮮味之外 飯底還有菇和蒜蓉 所以是很香的 如果你不喜歡那些飯 比較軟 就要加少一點水 但是整個飯 都是超好吃的 是成功的 還有一個高級吃法 就是把蟹糕混在飯裡一起吃 嘩 那種真是色香味俱長的感覺 你們都要試一下 接下來又有長假期了 如果大家在家裡不知做什麼好 都不妨可以試一下 這個海鮮焗飯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按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日六下午三點 逢星日一下午十二點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